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让他去国外读书 等他长大了 好报效祖国 假署长 您初说可真客气啊 是啊 你可真会疼女人呢 那当然了 二位宝贝这么刁人疼 我能不大方吗 你啊 假署长 春宵一刻值千金 我霍莫还是知趣点 我先告辞了 这怎么行啊 咱一块来一块走啊 再说了 你也得好好享受享受人生吧 对吧 就是啊 你看你 真是留下会啊 还是看不上我们姐妹啊 就是的 像您这么出手大方的老板 我倒也见过 可这么巨人千里的 还是头一个呢 听见了吧 两个宝贝说你呢 真得得罪两位姐妹花了 你们先到车上等我一下 好的 去吧 到车上等我啊 要说也奇怪啊 这么多年你就一个人 过得挺好啊 这哪行啊 我得成全你一件好事 你记得 上次我管你要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你 你知道 我有一个宝贝女儿 人很贤惠的 怎么样 咱们来个亲上加亲 我是个死了老婆的男人 恐怕配不上您的闺女啊 这不正好吗 我那个宝贝女儿啊 前不久 刚跟她男人离了婚 你不嫌 她不愿 怎么样 老弟啊 我跟你讲 咱们俩要想在上海滩立足 不但要靠得紧一点 而且还要抱得紧一点 好了 我去潇洒了 你好好考虑 丈夫 嗯 万弘 我吵醒你了 我本来没想睡 我想等你来着 可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我去帮你放洗澡水 洪玉 你知不知道我多爱你 我真的很爱你 洪先生 我们在这儿等你很久了 来 洪先生 谢谢各位对公司的关心 霍先生 看这里 大嫂 来 闪到子涵 大嫂 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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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 大嫂 再见 大嫂 再见 霍老板 下次再会 请多多关照 哪里 做生意要彼此打桥吗 再会 再会 霍老弟 上我的车吧 我们得好好谈谈 刚刚那个日本人你见到了 上海滩早晚是他们的地盘 我算是看透了 这是日本人的迂回政策 忽视眈眈 笑里藏刀 你的生意想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做 难呢 家署长 恐怕你也要在日本人手上扒层皮了 霍老弟 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 咱们俩得联合起来 只有这样日本人才不会看清我们 否则的话 翻船不说 你我都得完蛋 怎么联合 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亲上加亲的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联合可以用其他办法 用得着大张旗鼓办婚是吧 怎么 老弟 你看不上我女儿 时局乱 你得把握机会啊 我知道 你有轰颜之计 可是一个女人算得了什么 你别因小失大 这些年你为了掌控霍家没少下本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在我心里记着 这些事要是让玉无暇知道 如果他们那些人闹起来 我也保不了你啊 乱世里不是做英雄就是做狗熊 老弟 你好好想想吧 不会有你的亏吃 你去准备吧 你去准备吧 你 Cur how do you keep on yourself 伴供 你去死才好 你来听洪月 去除賴心 已經怎么哭了 醜不 analytico 真的很满足了 我们走走吧 以后出门 你不能穿这么少 天渐渐凉了 有你给我披衣服 我就不怕 如果以后 我不能给你披衣服了呢 那我宁可生病 宁可冻死 红衣 你不能这样 就算离开我 也要好好活着 宁红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呀 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要结婚了 我要结婚了 你再说一遍 我要结婚了 我要你看着我的眼睛说 我要你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 你说 你说呀 我要和别的女人结婚了 她是谁 贾巨夫的女儿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跟我说呀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反正不是未来 火万火 你把我藏成什么人了 你怎么回事 不要 我 我 我 你 我 好 下雨了 东东乖 下雨不用怕 卡雷也不用怕 因为有妈妈 会在你身边保护你 好不好 好不好 看我们东东笑起来 多像爸爸 二姐 二姐 怎么了 二姐 你一定要救我 你一定要救我 我要死了 我真的要死了 这是怎么了 红月 婉红 婉红她要结婚了 和贾居父的女儿 姐 我怎么办 乖 先坐下 来 她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先坐下 为什么 我早就跟你说过 信货的都不是好东西 你不听 非要跟她在一起 二姐 我怎么办 我不能没有她 她不要我了 我怎么办 我真的不能没有她 姐 你要我怎么帮你 你要我找 婉红谈吗 东东乖 东东乖 其实婉红这样做 也是逼不得已的 现在日本人这个样子 她如果不联合 那个姓贾的 能怎么办呢 再说 结婚是人家的私事 你说我能做什么 我和婉红 这是利益上的搭档 公司又是由她来控制 如果没有事的话 我也不会和她见面的 婉约 其实这样分手也好 对不对 你难道真想 这样跟她一辈子 她比你大二十岁 你们出去像什么 像妇女啊 婉约 想开点啊 起来吧 乖 二姐 连你都不帮我 怎么连你都不帮我 婉约 婉约 三小姐 东东乖 没事 二叔好 我是红玉 那当然了 小傻瓜 你不要 对不起 对不起啊小姐 你没事吧 对不起啊 你应该怎样又知道 igmundrum 我以为こう烤你 那么它很烦 那 frag 咱们看看 荣雅 这可不行啊 娘 我吃不下 最近发生的事实在是太多了 身体最要紧 你看你整天忙里忙外的 人都瘦了 贵宜这一走 办丧事花了一笔 东康又出国上学 钱又紧了 娘 我对不起你 让你陪着我一起瘦 千万别这么说 这日子 穷有穷的过法 富有富的过法 怎么不能轰弄出一口饭吃 现在 我们有房子住 又有的吃 你天天还在我身边 我这心里啊 不知道有多满足呢 芝香这段日子 帮我们垫了不少钱 我实在是 不好意思再麻烦他了 芝香 虽然没有念过什么书 可是做人的道理 他心里很明白 我觉得 他真是个好人呢 芝香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都是看在东庆的面子上 才对我们这么好的 可是人家也要过日子 再说码头的生意也不好做 他也挺难的 娘 我总是在想 我要做到什么事挣点钱 你有什么打算 娘 我这门手艺 如果不用的话 就可惜了 家有万贯家财 不如搏迹在身 你这个想法很好 只是 在上海滩开个绣坊 谈何容易啊 娘 不管怎么样 我都想试一试 我支持你 一直以来 娘都担心你 会不会倒下 你现在撑下来了 我心里很放心 还记得这个香囊吗 你爹过生日 你送给他的 现在娘把他还给你 有了他在你身边 就像是你爹保佑你一样 我相信总有一天 我们全家人 都能够团聚在一起 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娘 我知道 其实 不管芷兰 红玉 他们对我怎么样 我都一直期待 我坚信 他们一定会回到这个家 回到我们的身边 对 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侠 这封信是我的绝笔 十八年前 家中来了大师说 你将来要做大事 必须忍受十八年的轻骨 我于浩婷牺牲儿女亲情 如果能换来一个 于国于民有用的人 我死都能闭上眼了 十八年骨肉分离了 你一个人独自揣摩刺绣的心法 只是无暇 奉穿牡丹的记忆非常人能及 要耐得住寂寞 耐得住轻苦 刺绣是记 做人是义 加起来 才为记 然而刺绣的最高境界 是要有一种精气神 除了有五心之外 要靠自己领悟 做人要有大境界和大礼物 要放下真正的恩怨 要领悟真正的大爱 要蔑视所有的仇恨 要得到最终的平静 才能秀出真正的 奉穿牡丹 爹 谢谢您赐我奉穿牡丹的心诀 您的苦心 我明白了 我的心里面好温暖 爹 谢谢您把奉穿牡丹的绣法告诉我 我知道 您在看着我 我要您一直看着我 直到我绣出真正的奉穿牡丹 请这菜真新鲜 少奶奶 快下来吧 夫人买了你爱吃的小龙包子 娘 这香 别担心我 我出去几天 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 我能坚持下来 相信我们在上海滩 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地 相信我 娘 请相信我 夫人 少奶奶没在楼上 她留了封信 说要离开家几天 那 那她上哪儿去了 不知道 没说 我说 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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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算一辈子不理我 你就这么狠心 看都不看我一眼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还能和你说什么 你还能从我身上得到什么 红玉 别这样对我 你知道我一直以来只爱你一个人 你爱我 你爱我为什么和那个女人结婚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知不知道 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 我为了你放弃了所有 可是你呢 红玉 我也说不出的苦衷 我和那个女人之间 只有交易 没有任何感情的 你以为我开心我快乐吗 我对着一个不爱的女人 这种生活你能想象吗 红玉 生活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 你不是跟我说 你就爱我的简单吗 你还说简单就是什么美 难道你一直在骗我 你在骗我 在上海想生存下去 做一番事业有多难 红玉 我们不可能不付出 就得到一切 你想要的东西太多了 我看不清你 也摸不透你 还是我大姐说得对 你一直都在利用我 利用我的单纯来弥补你的缺失 够了 雨无侠跟你说的 无非是想分开你我 把你从我身边夺走 红玉 她想让我在这个世界上 孤单单的一个人 难道我自己 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吗 红玉 你别这么说 我不想和你分开 我恨你 我恨你 对不起 红玉 你原谅我吧 你回来吧 回到我的身边 回到你的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爹 谢谢你 谢谢你 志强 怎么样了 有消息没 找到了吗 伯伯 都找遍了 没有 都过去这么多天了 你说他能去哪呢 老夫人 别用是二老爷搞的鬼吧 我的手下去祸事打探过了 换红还是老样子 没什么动静 罗先生 不管怎么说他都不是好人 我们三小姐不就让他拐走了 你们都饿了吧 我做饭去啊 伯伯 您别太担心了 我总有种感觉 无侠会不会回尼姑安去了 天哪 这孩子不会想不开 彻底去当尼姑了吧 不会 无侠不是那样的人 这样吧 我带几个弟兄再去找一下 娘 无侠 无侠 娘 真香 你去哪儿 你可回来了 娘都急死了 这是什么呀 无侠 这可是你爹的手艺啊 从哪儿来的 这是怎么回事 知香 这可是我们郁家的看家本事 疯传牡丹 只有他爹才有这样的手艺啊 这怎么可能 娘 知香 这副绣品 是我绣的 你绣的 是我绣的 爹留给我一封信 把刺绣的新诀传给了我 就在娘 您给我的香囊里 真是传说中的奉川牡丹 都说得奉者得天下 无侠 你终于参悟了 没有想到 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你爹 你爹 一生老实谨慎 居然还留了这么一手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本来还以为 郁家的奉川牡丹 要失传了 其实 什么得天下 我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 我终于悟出了 奉川牡丹的绣法 我要在上海滩 重开郁家绣坊 重振郁家绣坊的名声 可是 吴侠 开绣坊 钱从哪儿来啊 小双也真乖 您看 娘好吗 娘挺好的 就是很想你 您应该回去看看她 回去干嘛 娘心里面 只有你一个女儿 你也是做女儿的 难道 自尊就那么值钱 大过于母与亲情 你也是当娘的人了 如果有一天 东东这样对你 你心里会不会很难受 我一天都不会 离开我孩子 除非我死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很羡慕你 你有一个孩子 有一个当娘的机会 这孩子 一天一天长大了 虽然他长得不像东青 不过我每次看见他 还是会想起东青 我会疼他 直到他长大 你少虚伪了 你也不会喜欢我孩子 随便你怎么说吧 我今天来 是有件正事找你 什么事你说吧 我想和你做笔生意 生意 你与无侠跟我做生意 我倒想听听什么生意 值不值得做 你也不会喜欢我孩子 你也不会喜欢我孩子 这是凤川牡丹的绣铺 我想把它卖给你 凤川牡丹 你胡说 自从爹死后 就没有人会绣凤川牡丹了 你是怎么得到它的 这件事情说来奇妙 爹留下了凤川牡丹的绣法心绝 我想来想去 不管怎么样 你是御驾的人 卖给你 总比卖给别人强 开个价吧 好 好 好 搬进去啊 好嘞 小心点 别来了 小心一点啊 还当心 你轻点扫 别量的都是土 这孩子 不行 挂这儿吧 娘 来小心点啊 好 慢点啊 放我了放我了 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 好 您看啊 好 来了 先生您好 我们是来报名的 可是刺绣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 你们吃得了苦吗 先生我们不怕吃苦 我们就想学本手艺 自食其力 是啊是啊 我们不怕吃苦的 对 好 那等一下 你们就来报名吧 好的好的 好 我看一下你的手 以前做个刺绣吗 做过的 回家等消息 少奶奶 这位先生 我们这儿只招受女学院 不收男的 谢谢啊 我这个男的 不是来学刺绣吗 我是来帮少奶奶的 纸香 她是我在获释的同事小方 小方 你怎么不在获释了 少奶奶走后 我已经不在获释工作了 获释发生很多事情 直到少奶奶开了绣房 我想来帮少奶奶 太好了 真是谢谢你 那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来 我来吧 来下一个 来把手伸出来 好 好 来 下一个 挂高一点吧 这个 这个不行啊 为什么 真的不行 下一个 我能做的 夫人 您瞧罗先生的样子 好 你瞧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针法 这用线 这是我们郁家的手艺吗 这不是丢我爹的脸吗 小小气吧 霍太太 郁家二小姐 这些就是垃圾 这是你找人爱绣不绣的 这是人手绣的吗 这绣娘是你找的吗 你叫他们停 全部停 有什么大不了的 挂个郁家的名号上去 就这么一卖 有谁知道是哪个郁家绣的 你郁芷兰和她郁无瑕 都是姓郁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霍婉红 我警告你 如果你敢这么做的话 我就闹到董事会上去 好 好 我听你的 你好好研究好好琢磨 不过我又一句话 你别不爱听 欲无瑕的巧手 无人能敌 不论你怎么做 都不如她 你给我滚 好 我走 你好好看绣谱 我预祝你早日绣出凤川牡丹 我们再坐下来谈 绣得不错啊 绣得不错啊 你 dareson 可以任何咱们 必然 好 好 embos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要想挺直了腰板活着 就一定要有本事 我们御家靠一根针 一双手 以诚信做人 光明磊落 这第二杯酒 我要敬我死去的丈夫 霍东青 是他教会了我很多 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爱 什么是刺绣的真觉 这第三杯酒 我要敬各位 在这么困难的时期 帮我找到一个这么清静的地方 开了一间绣房 培养一匹自强自立的绣娘 我谢谢这么多好心人 帮我实现了这个愿望 今天我很开心 我开了绣房 还有这么多亲人 朋友陪在我身边 阿翔 我们一定会儿 我们一定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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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